在新北市新店的壁壇 昨天陳處有對年輕情侶 去採天鵝船 小貓當時突然感覺到 腿上一陣刺痛 原來是有魚鉤 直接插進了女生的小腿 事後他們發現就是肇事的釣客造成的 小貓這名釣客居然還吐槽說 自己早就拋乾了 還以為是有大魚上工 沒想到是情侶硬闖 這對受傷情侶事後就報警處理了 同時他們也質疑著天鵝船跟釣客 怎麼可以在同一個水域進行 不等靠岸 當場對洽 林小姐忍著腿上痛楚 難以置信採天鵝船出意外 跟帆船溺水完全無關 而是因為被當魚釣 魚鉤刺進林小姐的小腿 旁邊男友也掛彩 小腿腫脹於清 好好的週日約會卻淪為刑案受害人 重回壁潭渡船頭 對岸靠地母廟一帶 仍有民眾釣魚 其實這裡沒有禁止 但也似乎什麼都不管 我們剛好訪到一位釣客 他說以前就出過事 林小姐跟男朋友已經去派出所完成報案 提告流星釣客傷害罪 對於釣客為何能對天鵝船造成危險 他頗有為辭 新北市政府回應 碧潭是水域游戲活動友善場域 希望從劃定天鵝船的安全範圍 開始宣導改進 但不排除以拉線方式 區隔釣魚跟水上活動 記者劉松林 盧俊明 新北市報導